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能意识到这个情形不对 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 我有过类似你这样的情形 通过读神的话 我才对自己有了一点认识 也找到了正确对待人的实行原则 我们先来看一段神的话吧 好啊 全能神说 一个人不管是好是坏 该怎么对待他 人该有人的做事原则 至于它是什么结局 神是不是惩罚他 是不是审判刑罚他 那是神的事 人不应该插手 神不让你替神出头 怎么处理那是神的事 只要神没有定规这个人的结局 没有开除他 没有惩罚他 他都是在蒙拯救期间 那你就应该凭着爱心 凭着耐心帮助他 你不应该定他的结局 也不应该用人的手段 诊治他 你可以对付修理他 也可以凭着一颗诚实的心 去敞开心交通帮助他 但是你如果 怎么诊治他 排斥他 陷害他 这就麻烦了 这合乎真理吗 你这是出于血气 是从撒旦来的 是出于人的恩怨 人的嫉妒 恨恶 这种做法不合乎真理 这是遭报应的事 不是合神心意的事 阿们 阿们 两年前 我在教会竟带领的本分 当时教会有个臣弟兄 素质比较好 但就是性情太狂妄 容易挟制人 干什么他都爱显露自己 我对他就有些 沉见和看法 有一天 陈弟兄突然找到我 说想尽交贯本分 我看他信神时间短 明白真理浅 就没有答应他 他看我没有同意 又说 你看就我这素质 尽交贯本分 有什么不可以呀 不去 是不是有点屈才呀 我听了 心里就有些反感 心想 你以为尽交贯本分 那么容易呢 不明白真理 这凭恩赐素质 就能把这个本分尽好吗 你把自己看得也太高了 于是啊 我就回绝了陈弟兄 还和其他弟兄姊妹说 陈弟兄太狂妄了 还列举了他的许多败坏流入 有的弟兄姊妹听了 也赞同我的说法 半个月后 教会安排 以后聚会 除了读全能神的话 还可以看教会制作的电影 这些电影 都是在交通真理见证神 看这些电影 也能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聚会的时候 陈弟兄说 现在这样安排太好了 我看现在有的带领工人 聚会也是讲自己道理 还不如直接看电影 我刚进本分的时候 因着不明白真理 感觉很吃力 后来我就常常祷告神 依靠神 读神的话 教会制作的这些电影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我从中也明白了一些真理 现在感觉进本分 那是得心应手 原则基本掌握了 进本分的果效还挺好的 我听了他的交通 心里挺反感抵触 心想 你真是会抓机会 见份插针显露自己 你也太狂妄了 接下来 我们又安排了下次聚会 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陈弟兄就主动包揽了三个 还把剩下的问题 安排给其他人来交通 就在我安排组长 来主持这场聚会的时候 陈弟兄马上带着 质疑的口气问组长 你行吗 我听他的口气 好像是只有他 才能主持这场聚会 我心里就特别的生气 心想 你也太没理智了吧 你不就是 想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吗 你想出头露脸 我偏不让 于是我就重新做了安排 没让他主持这场聚会 那段时间 我一想到陈弟兄这些表现 我心里就特别的嫌弃他 尤其想到前段时间 我针对他狂妄的表现 给他提点过两次 他现在还是这样 我就觉得 他这个人太狂妄了 简直狂妄的没边了 甚至还在心里 定会他变不了了 就他这么狂妄 根本不适合近现在的本分 干脆把他扯还算了 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想到自己的情形和表现 心里有些受责备 觉得这样对待陈弟兄 有些过分了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知道我的情形不对了 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也不知道自己该进入 哪些真理原则 求你开启带领我 第二天临休时 我看到神的话说 在神家对待人的原则 应该是什么 公平对待每一个弟兄姊妹 怎么公平对待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些小毛病 小缺点 都有一些特性的东西 都有自恃 都有软弱 都有不足 得凭爱心帮助 能包容 忍让 别太苛刻 不要斤斤计较 有的人年龄小 或者性神时间短 或者刚开始进这个本分 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你就抓住人家的小辫子 不放了 这叫苛刻 假带领敌基督作恶 你看不见 弟兄姊妹 有些小问题 小毛病 你不去帮助 反而大作文章 背后论断 让更多的人 起来反对他 或者排斥他 孤立他 这是什么做法 这就是凭个人喜好做事 不能公平对待人 这是撒旦败坏性情 这是过犯呢 人做事 神在看 你怎么做 你心里怎么想 神在看呢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点出了我的情形 我感到很闷羞 看到自己 是凭着败坏性情 对待陈弟兄 回想和陈弟兄 接触以来 我看他说话做事 长流露狂妄性情 我就觉得 他年少轻狂 没有自知之明 每次只要一提到他 我想到的 都是他的缺点 我就抓住 他的败坏流露 在心里 定归他是个 狂妄的没有理智的人 这样的人变不了了 所以我总也不能公平对待他 看到他发表观点 我心里也是抵触反感 还在弟兄姊妹面前 论断他 贬低他 散步对他的惩戒 让人都站在我一边 都起来排斥他 孤立他 甚至还想撤换他的本分 我这不是站在带领的位置上 压制人 打击人吗 我把自己的观点认为 当作真理 当作衡量人的标准 好像我自己 就能把人一眼望穿 能把人的实质看透 我真是太狂妄自大了 我一个被撒旦败坏至身的人 没有真理原则 很多时候看似观点 也没有我荒唐 可我还随意论断定罪别人 哪有一点理智 我丝毫没有敬畏神的心 对待弟兄姊妹 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 活出的都是鬼心 真是让神厌憎 让人反感 想到这些 我心里就很愧疚 接下来 我就在神的话里面 寻求怎么公平对待人的原则 我看到两段神的话 四妹 我来读吧 好 该怎么对待人 在神话里都有明确的说明 或者提示 神对待人的态度 那就是人对待人该有的态度 那神怎么对待每一个人 有的人身量又小 或者年龄小 或者信神时间短 或者神看这个人 本性实质不坏 不是恶毒 只不过有些愚昧 或者素质有些差 或者受社会传染太多 还没有进入真理实际 所以难免做愚昧的事 难免有愚昧的表现 在神那儿不看这些 神是看这个人的心 如果他有进入真理实际的心智 这个方向是对的 他有这个目标 在神那儿 神是在看 在等待 给他时间 给他机会让他进入 不是一棒子打死 也不是揪住一次过犯不放 神从来不这样对待任何一个人 神不这样对待人 那人如果这么对待人 这是不是败坏性情啊 这就是败坏性情 你得看 神怎么对待愚昧无知的人 怎么对待身量又小的人 怎么对待人 正常的败坏性情流露 怎么对待那些恶毒的人 对待不同的人 神有不同的对待法 对不同人的不同情形 也有不同的处理法 这得需要你明白真理 这些真理你都明白了 你就会经历了 你虽然跟他性格合不来 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在一起做事 能公实公办 不拿本分出气 不牺牲本分 不拿神家的利益出气 能按原则办事 这就有基本的敬畏神之心了 再好一点的人 看他有什么毛病 弱点 虽然他得罪过你 或者伤害过你的利益 但是你还能帮助他 这就更好了 这就是有人性 有真理实际的人 有敬畏神之心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把公平对待人的原则 路途 还有神对待人的态度 都说得很清楚 对待敌基督恶人 神的态度是恨 是驻足惩罚 而对待那些身量小 素质差 还有各方面败坏性情 和缺少的人 只要是真心信神 愿意追求真理 能接受真理 神的态度 是爱 是怜悯 是拯救 看到神对待每一个人 都是有原则的 神也要求我们 根据真理原则 来对待人 就像真心信神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包容饶恕 平爱心帮助 给人悔改变化的机会 不能看到人流露败坏性情 就一棒子打死 这不合神的心意 是 就像陈弟兄素质好 尽本分有责任心 在追求真理上 也肯下功夫 就是信神时间短 精力浅 比一般人狂妄一些 我应该根据真理原则 公平地对待她 平爱心 交通真理帮助她 是 可是 我不但没有帮助她 也不看她的长处优点 反而在心里恨她 论断排斥她 想撤坏她的本分 我的本性 真是太恶毒了 想想 我刚做带领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什么事都想一个人说了算 不断专心 不听取别人的意见 结果 做了一些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事 但是 神并没有淘汰我 而是借着话语的审判 对付管教 让我反省自己 给我悔改变化的机会 看到神 从来不应着人有败坏流露 就放弃人 淘汰人 而是最大献怒的拯救人 神的心 真是太美善了 是 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行 对待人的态度 我真的感觉到很门羞 无地自肉 后来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一个人不管是好是坏 该怎么对待他 人该有人的做事原则 至于他是什么结局 神是不是惩罚他 是不是审判刑罚他 那是神的事 人不应该插手 神不让你替神出头 怎么处理那是神的事 只要神没有定规这个人的结局 没有开除他 没有惩罚他 他都是在蒙拯救期间 那你就应该凭着爱心 凭着耐心 帮助他 你不应该定他的结局 也不应该用人的手段 整治他 你可以对付修理他 也可以凭着一颗诚实的心 去敞开心 交通帮助他 但是 你如果怎么整治他 排斥他 陷害他 这就麻烦了 这合乎真理吗 你这是出于血气 是从撒旦来的 是出于人的恩怨 人的嫉妒 恨恶 这种做法不合乎真理 这是遭报应的事 不是合神心理的事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当中我明白了 对待人应该有原则 不能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 随意定规人 也不能抓住人的过犯 就定罪人 应该根据人的本性实质 来对待人 根据人的不同情形 和缺少实际的帮助人 有真理实际的人 跟女人的不同情形 她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耐心帮助 什么时候 该严厉地修理对付 什么时候该责备 她都有分寸有原则 是 她不随意定规人 也不随意 把有败坏流露的弟兄姊妹 当仇礼一样对待 可是 我又是怎么对待 陈弟兄的呢 我看她流露狂妄性情 就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提 没有达到果效 我就排斥 论断 定罪 还在背后 散步对她的陈建 没有一点包容忍耐 这也不是凭爱心 帮助弟兄姊妹啊 是 之后 我就向神祷告悔改 愿意按照真理原则 去实行 凭着爱心 去帮助陈弟兄 感谢师 感谢师 于是 我就找到陈弟兄 给她交通了几段神的话 还把她身上存在的问题 给她点了出来 陈弟兄 对她自己的狂妄性情 有了一点认识 也认识到 狂妄性情不解决的危险后果 还说 这样交通提醒 对她很有帮助 她愿意好好反省自己 寻求真理 来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 感谢师 听了陈弟兄的话 我心里挺受触动 同时也很自责 看到陈弟兄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不能变化了 是我自己 没有把本分尽好 没有真正的平安心 帮助过陈弟兄 反而抓住她的败坏 和缺少不放 甚至还论断排斥她 我实在太狂妄 太没人心了 后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听到上面弟兄 讲到交通说 败坏人类 都有狂妄的性情 即使是喜爱真理 追求被成全的人 也有狂妄自恃的性情 但这并不影响 人蒙拯救被成全 只要人能接受真理 接受修理对付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绝对顺服真理 就完全可以达到 蒙拯救被成全 其实 凡是真正素质好 真有心智的人 没有不狂妄的 这是事实 神选民必须正确对待 绝不能因为人 特别狂妄自恃 就定规他不是好人 不能蒙拯救被成全 在这一点上 需要明白神的心意 素质好又有心智 还能丝毫不狂妄自恃 这样的人肯定没有 如果有 那绝对是伪装 或者是虚假的表面现象 要知道 败坏人类 都有狂妄自大的本性 这是任何人 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是 是 听了讲到交通 我对该如何对待 性情狂妄的人 就更清楚了 人有狂妄自大的性情 不是变不了 关键是看 人能不能追求真理 接受真理 如果能够接受真理 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修理对付 这完全可以达到 性情变化 被神成全 是 就像陈弟兄 性神时间短 经历审判刑罚少 狂妄性情严重一些 这也是很正常的 是 可是 我看到他流露狂妄性情 就论断他 排斥他 甚至还想撤还他的本分 我这不是比他还狂妄吗 我认为 自己只要追求真理 狂妄性情就能变化 却为什么定规 陈弟兄不能变呢 我对自己要求不高 为什么对待陈弟兄 要求这么高 这样对待人 也太不公平了 事实上 有恩赐 特长 有素质的人 都比较狂妄 但因着素质好 明白真理快 尽门分果效也好 这样的人 一旦明白真理 办事有原则了 对神家工作很有益处 是啊 就像陈弟兄 这样素质好的人 我更应该 凭着爱心帮助他 多交通真理 帮助扶持他 这才是真正的 替天神的心意啊 谢谢 这次的经历 让我体会到 没有真理 凭着撒旦败坏性情 对待人 只能给弟兄姊妹 带来伤害 也会耽误 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和教会工作 自己也会留下 过犯恶行 看到 根据真理原则 对待人太重要了 感谢神话语的带领 使我有了这点认识 感谢神啊 感谢神啊 你这么交通 我也有路途了 现在我知道 该怎么对待姊妹了 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我才该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